我們以前小時候聽的 而且看到很多怪事 就是有一個女孩子就是 他媽媽是單親 就很年輕的時候 他爸爸就... 就離開他媽媽的意思 那雖然有聯絡 但是就是說明文還在 他的母親不肯離婚 就是說不肯 就不願離婚就對了 他們古早人 結果呢 結果這個女孩子要結婚的時候 那個他媽媽就要求說 我們現在等於說 好像說有培得不培 所以我們這名是王的祖先 也要奮一個孩子來拜 跟那個女婦說 聽說他們... 媽媽這名嗎 媽媽這名 那名不知道什麼 是羅王什麼 這個羅先生 我還要改成姓嚴 你還要怎麼... 他怎麼會... 沒有啦 他就說的時候 不知道有說話有說話 說他們第二的要姓王就對了 聽說我聽那個女兒跟我講 很生氣說 那個男的明明答應了 但是取名字的時候 他是取將 那個男的可能心裡是覺得說 反正意思上也是一起共同 奉仕你們那一房的祖先就好了 所以他第一個兒子是姓羅王... 羅王菲還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也是羅王什麼東西 就是等於就兩個姓都在 但是名字不一樣 可是他太太就很不滿意 就說這樣都不照本來聘的這樣做 他說祖先很不開心 祖先很不開心 一直這樣說 到底... 到底祖先怎麼不開心 我們也不知道 你問... 待會兒問宥廖老師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差不多在那個 就發生很壞的事情 他們兩個夫妻感情 是青梅竹馬 但是結婚以後就開始不好 這個我想也是有的 這個不算是什麼壞事 但是那個... 這兩個小孩子到小學 三年級跟一年級的時候 放學的時候一起被測試壓到 兩個當場都死掉 結果他們生三個小孩 那個就是這兩個男孩子 跟一個女孩子 而且丈夫才剛覺得說 那個太太一直... 太太沒辦法... 就是要避孕都沒辦法避 不知道是因為體質的關係 還怎麼樣 每次都要去拿掉小孩這樣子 所以... 那不是生三個兩個去世 再生有什麼關係 那時候就是說 因為那個太太不能... 他們還是有性生活對不對 性生活還是很頻繁嘛 所以那個太太就常常 一直懷孕就要去拿掉 他們認為三個已經夠了啦 所以拿掉大概也拿掉很多個 我聽起來好像六七個 五六個這樣 都搞不清楚 所以最後丈夫就覺得說 這樣就他自己去結紮好了 結果他自己去結紮以後 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兩個男孩子就死掉了 一起死掉了 所以那個太太就哭到不行 就說... 就是指責丈夫說 他不聽我的話 或者沒教聘而已 這樣來了 丈夫說怎麼也沒教聘 兩個... 兩個都... 兩個人其實都生了 這樣啦 所以呢... 結果他們後來 再趕快去拆那個... 那個書經館嘛 然後又過了差不多一年才生 再生... 也是女孩子 就算了嘛 所以從那個以後兩個人 頭髮大概 一個在一年內全白 一個在半年內全白 那個傷害是很大的 兩個人 但是他們就說是那個 祖先在作祟啦 可是這個實在是 沒有什麼證明